是吗 没关系 不用紧张 就把我当成 一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吧 和我聊任何事都可以 放心 这将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时间 是一下子想不到该说什么吗 那 可以先由你来向我提问哦 你说 想知道我的过去 那可是很长的一段故事 真的要听吗 好吧 那么 要从哪里讲起呢 就从黄昏街开始吧 毕竟那里 是一切故事的起源 那个时候 我在一家慈善疗养院工作 救助因灾难而流离失所的人们 大家都安静下来 接下来是故事时间 哇 听故事啦 想听什么 世纪末的夜音 好不好 不好 已经听过八百遍了 那 爱笑男孩 卡尔帕呢 八百零一遍 阿波尼亚姐姐 我要听黄昏街的小精灵的故事 黄昏街的 小精灵 没错 是一只小小的妖怪 喜欢把东西藏起来恶作剧 我亲眼见过 又在平民区的排水口边上 不知道它试了什么魔法 我口袋里的两块小饼干 就只剩下一块了 你又趁着阿波尼亚姐姐不在 偷偷跑出去了吗 外面很危险 好孩子不要离开疗养院哦 否则的话 姐姐就要生气了 姐姐才不会生气呢 姐姐只会拉着我 讲吓人的故事 不听话的坏孩子 就会受到惩罚 这样的故事吓人吗 听一千遍就很吓人了 姐姐姐姐 我不会再做坏孩子了 就给我讲讲小精灵的故事吧 啊 没错 只要是新的故事 什么都行 真是一群难缠的小家伙 好吧 让我想一想 总算拆下来了 累死我了 感谢我吧 小不点儿们 这下这所学校就困不住你们了 嗯 你们很快就会发现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你们获得了自由 而我获得了新的货物 嘿 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嗯 不过 这么大的门 要怎么运走呢 或许 你需要一辆推车 没错 没错 就是它 这可真是瞌睡的玉生啊 算从账的 哈哈哈哈 那个 金 今天天气不错 你也来这里散步 散步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 您刚才说 这是货物吧 原来你听到了 我错了 我不该的外脑筋 真的知道错了 求你大人大量饶了我吧 你 求饶得真快啊 哈哈 毕竟我最大的优点 就是擅长审视夺势吗 这么说来 对你来说 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 嗯 那个 啊 我明白 身处于黄昏界的每个人 都拥有各自的苦难 但即便如此 也不该 诶 听听听 诗可杀不可辱 我其愿你打我一顿 也不想听你的说教 哎呀 那群小家伙也是 肯定耳朵都长简了 想破他们听你啰嗦也就罢了 还把他们困在这里 连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 都列得明明白白 在哪里是学校啊 简直是监狱 原来你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你是否知道 这里是疗养院 并非学校 疗 疗养院 没错 这里的孩子都疾病产生 一不小心就会有生命危险 为了保护他们 我才不得不把他们 困在这座小小的疗养院中 原来是这样 看你并没有恶意 我也不会再追究什么了 但是 希望你能理解 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像你一样自由 有些人只有在束缚中 才能生存 虽然很难认同你的观点 不过 我勉强同意 你这样做的确是在保护他们 既然如此 我也不打算当什么 解放被受折磨的学生的一道了 真的 当然 我可是言出必行 放心吧 这里的孩子 不会再见到什么 黄昏街的小精灵了 原来你也听到了 那个故事吗 既然如此 下次讲故事的时候 不必躲在暗处 过来和孩子们一起听吧 我才不要呢 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什么 一头撞在黄金鸟笼上的夜鹰 为什么连一只鸟都不放过 弄哭大侠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 还有什么喜欢大笑的卡尔帕 这种东西 小孩子听了真的不会做噩梦吗 总之 你的这些故事 还是留着哄那些小不点吧 再见 不对 最好再也别见了 这不是一个故事也没落下 全部听完了吗 疗养院的生活就是这样 虽然不时有小插曲发生 但大部分时间 还是安宁平和的 你问我 那个孩子叫什么 很可惜 当时他跑得太快 我还没来得及问他的名字 是啊 不过从那之后 孩子们之间又流传起了 黄昏界异道的传说 据说是一位 劫富济贫的侠盗 总是会悄悄给疗养院送来物资 或许有些人 原本也不需要太多的教导吧 不过 谁又能想到 数年之后 我们会在烛火之鹅再度相遇呢 我 千姐 以及那个孩子 帕多菲利斯 从黄昏界一路走向了文明的黄昏 这实在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千姐 对了 忘了把她介绍给你 她是疗养院的另一位成员 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我要说的另一段往事 就和她有关 烦死了 滚 给我滚开 千姐 这些箱子可没有长角 哪怕你再怎么请求 他们也不会自己离开的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在请求了 莫名其妙的女人 还是说 你想像这些箱子一样 被我锤上两拳 人体不是纸箱 是会感觉到疼痛的 所以 不要轻易地对人挥拳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记住了吗 天姐 不要一副小孩的模样 真让人生天 抱歉 我看到你和疗养院的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还以为你会喜欢这样的说法 相处得很好 阿波尼亚 你是眼睛出了问题吗 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孩子们都很喜欢你 只要说出你的名字 很快就会停止哭泣 这难道不是感情好的证明吗 这就是你总想把那些小崽子往我身边凑的原因吗 突然觉得他们也挺不容易 天姐 不要叫他们小崽子 他们是以前可爱的孩子 在脑海里回想一下 他们这嫩的脸和小小的双手 你有完没完 走开 别来烦我 千姐 不要拿食物除气 否则的话 我就要生气了 生不生气关我什么事 嗯 怎样 千姐 千姐 这样 明镜需要更多нем啊 明镜需要更多 明镜需要更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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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你还是要去祷告室 尽一尽心呢 对吧 千姐 食物被浪费了不少 箱子也报废了 要到哪里去补充 剩下的食材呢 总之 先向君赠食材的好心人 道个歉吧 这七夕事 不 应该不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 这条街道上 还有同类 好年轻的女孩子 似乎是生面孔 要不要告诉他呢 这条街并不安全 你好 应该与他无关 还是不要打扰他了 他命运的私限 看来并非普通人 还是静静守望他的命运吧 抱歉 这就是关于那位千姐的往事 吵架 怎么会呢 我和他从未争吵过 我只是帮他平复了内心的焦躁而已 这样的对话发生了许多次 我们都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 是啊 即便是在以混乱和异常著称的黄昏街 我也没见过第二个像千姐那样的男人 不过 他的内心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狂躁而混乱 相信总有一天 他可以和大家打成一片 如果 没有那件事发生的话 我刚才走神了吗 抱歉 我只是想起了一些往事 没错 就是那件事 接下来的话题 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 你真的要听下去吗 我知道了 我会尽量选择温馨的片段 至于那些黑暗的瞬间 就让他们深藏在我的心底 再也不适于任何人 让我继继续讲下去吧 那是我出访烛火之鹅的第一天 高岛 高岛们还在开会 在对你进行审判之前 这里就是你的观察室 这里是 审讯室 重刑犯将在这里被决定未来的去处 重刑犯吗 我会受到怎样的审判呢 恕我无可奉告 我对自身的命运 其实并无关切 因为我已经看到过太多 那么 我可以问另一个问题吗 你说 疗养院的住户中 还有幸存者吗 阿伯尼亚 有些时候 隐瞒并不意味着欺骗 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 我明白了 鹰 你叫鹰对吗 如果在黄昏街的时候 我叫住了你 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 飘灵之花 无法重回之头 这样的假设毫无意义 我无法给予你答案 或许 能回答你问题的人来了 让我看看 是谁证据在这里聊天 呀 真是个漂亮的女孩 鹰 你居然认识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却不介绍给我 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了吗 你最好的朋友数量 可能有点多 别这么含蓄嘛鹰 虽然知道你只是口是心非 但我还是会受伤的 你 嗨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爱丽西亚 也可以直接叫我爱丽 你就是那位阿波尼亚对不对 等你好久了 一个人待在烛火之鹅 肯定很紧张吧 那些家伙 怎么能把一个柔弱的女孩子 扔在这里呢 真是太粗心了 别担心 我这就带你去熟悉熟悉周围的环境 爱丽西亚 她并不是客人 我知道 不过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用这么紧张 她只是个普通且柔弱的少女 而且恰好对烛火之鹅有一些误会 趁这个机会消除彼此的偏见 加深了解 不是再好不过吗 鹰 你也会帮我保密的 对吧 人已经带回了烛火之鹅 任务完成 我要返回独勇 进行报备了 哎呀 鹰怎么走得这么急 原本还想三个人好好聊一聊呢 嗯 算了 以后一定还会有机会的 你好呀 阿波尼亚 我知道 烛火之鹅在外面的风平不太好 不过在我看来 这里的大家 都只是为了让文明延续下去 而全力以赴的普通人哦 相信我 好吗 来 这是表示友好的握手哦 和我随便聊点什么吧 阿波尼亚 爱丽西亚小姐 别这么见外 叫我爱丽就好了 你 不惧怕我吗 惧怕 难道你是觉得 我会因为担心被你的美貌盖过风头 所以对你敬而远之吗 哼 不会呀 我最喜欢美丽的女孩子了 爱丽西亚小姐 你既然了解我的经历 应该能明白我想问的是什么吧 我之所以身处此处 是因为我是即将接受审判的罪人 我的罪心 庆祝难输 罪人 可是在我眼前的 只有一个满心悲伤的普通少女啊 不管别人对你如何评判 我一眼就看得出 你从根本上 是个极尽所能付出善良的人 可我 带来了灾难 如果我没有收容 身患崩坏兵的人们 或许一切都不会发生 那不是你的错 即便你没有收容他们 崩坏也会在别的地方爆发 你仅仅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正确的事吗 他们也是这样相信着我的 然后 成为了人人惧怕的感染源头 在恐惧中 迎来了毁灭 爱丽西亚小姐 你看过孩子们的睡脸吗 小小的 稚嫩的 毫无防备地呈现在你的眼前 如果你在许多个夜晚 都看到这样的场景 或许你就能明白我现在的心情了 路尔 安克夏 绿 一共七十三个名字 在一天之前 他们还围在我的身边 要求我给他们讲故事 但是现在 一切都复制一句 我记得他们的每一张脸 那就是 我的罪业 阿布尼亚 可以听听我的想法吗 我没有办法劝说你放下那出残剧 因为对于你来说 那或许意味着背叛吧 但是 我希望你知道 灾难并不是你带来的 它只是恰好发生在你的身边 所以 不要被困在 明微过去的牢笼之中了 因为那些孩子 还需要有人 记住他们的名字呀 艾丽西亚 没错 就是这样 你不但记得许多过去的名字 也会遇到新的名字呀 所以 别再摆出这副表情了 这么漂亮的眼睛 不笑多可惜呀 来 笑一个 这样一副表情 是在为那些 已经不再来的人们 莫哀吗 为我感到悲伤 请别皱眉 不必为我伤感 如果感同身受的话 就替我笑一笑吧 嗯 现在这样的表情就很好 没关系 距离那件事 已经过去了很久 这迄今发生了许多波折 我早已不再沉溺于 自责之争了 这一切都要感谢艾丽西亚 她真是个奇妙的人 对吧 是啊 如果烛火之鹅 没有她的话 不 可以的话 我并不愿意设想那种可能 因为她的存在 为我的生命 开辟了更多可能 美食 美酒 还有三个比盛放的鲜花 更美丽的少女 这样美好的情景 只会在童话里出现吧 艾丽 你自夸起来 真是一点都不嘴软呢 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呀 真诚的夸赞通常都比较动听 小心 脚腰洒出来了 哎呀 我的好阿波尼呀 这种时候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那可不行 要是弄脏衣服的话 好了好了 怕了你了 你还是这么爱操心 连在置身之处也一点都没变 真是 在置身之处 发生了什么吗 对了 还没告诉过你 上一次我去找阿波尼亚的时候 他正在教育一名囚犯 理由是 他没有把换洗衣服点好摆放整齐 可惜你没能看到那个人的表情 真是太有意思了 阿波尼亚 真不愧是你 可惜大多数时候 他们都不怎么配合 总是在我只说到一半的时候 就没了踪影 那是当然了 他们可比不上我这么听话 既然如此 要不要搬出来住 这样 我们就可以经常来找伊甸喝酒了 你应该还没有见过伊甸的教堂吧 很久之前我定下过一个小小的目标 先把他珍藏的美酒都尝上一遍 那你们恐怕 还要喝上很多很多年了 那可不好说 我可是有秘密武器 好不好呀阿波尼亚 留下来吧 是啊 为什么要避世所居呢 这样的习惯 在这个时代可并不多见 难道 就像传闻中说的那样 是为了祭奠 我猜是为了守护吧 只有阿波尼亚能够注视着那些静默在黑暗中的身影 也只有阿波尼亚可以保护他们 这就是他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情呀 阿波尼亚 我是不是很善解人意 如果猜对了的话 记得要奖励我 就让你经常来陪我好了 是啊 时至今日 我已经不再计较曾经的对错了 我只是想要 沉重的话题 还是以后再聊吧 今天 就算且举杯吧 没错 今天可是女生们的酒会 就不要说这些难懂的话了 来碰杯吧 干杯 敬悠长的岁月 敬此时此刻 敬 纯然如一之心 阿波尼亚 你怎么喝得这么快 一整瓶酒都被你喝完了 再 再来一杯 哎呀 搞错了 那是我的酒杯呀 阿波尼亚 爱丽 原来这就是你的秘密武器吗 这么看来 你的小目标 很快就会实现了 那段日子 是我最怀念的时光 我本来以为 我的一切都会随着 疗养院的那场大火 一同终结 却没有想到 我的未来 会一直绵延至今 或许 这就是命运的奇妙之处吧 守护了什么 失去了什么 已经模糊在了 这片黑暗之中 这里的光线太暗 使我只能看到 自己的手中还握着什么 以及 想要抓住什么 这就是我 迄今为止的人生 好了 我的故事就到此为止 接下来 是你的时间 也请 让我听一听吧 关于你的经历 你也和我一样 有一段难以问怀的过往吗 请握住我的手吧 让我抚平你内心的悲伤 没关系 不管需要多久